台北市長柯文哲 為了準備228一日雙城 還跑到台東煉車 太太陳佩琪卻在臉書放話 說柯文哲已經說過好幾次了 他是直接準備選2024 不選才是新聞 尤其今年底就要卸下市長職務 當然是積極準備選總統啊 那不然呢 柯文哲嘴上說不選 夫妻難道又在闖雙簧 網友開酸是陳佩琪自己要選嗎 不只柯文哲想著選舉 身為防疫指揮官的陳時中 也點頭認了選市長不遠了 當初說什麼要看到疫情有曙光 原來只是在等小英一句話 在黨痛批全世界的防疫指揮官 只有台灣的會熱衷選舉拼命表態 網友紛紛痛批 真的是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你有看到美國佛琪 去選市長或總統的嗎 陳時中跟柯文哲 就是兩個貪心的男人 吃玩來看玩玩 家裡都沒有顧好 就想著外面的花花潮潮 當防疫指揮官的人想選市長 當市長的人想選總統 你們都還領著這一份工作的薪水 但是已經心不在焉了 請問一下 那這不是薪水小偷是什麼嗎 還有很多記者問了 已經不是防疫的問題了 問的是選舉的問題 這個就不好 那如果他這樣的話 會不會在做防疫的工作的時候 把選舉放進來考量了 首都市長加上中央指揮官 防疫當頭 兩人心中拼命想揚的 卻都是政治盤算 記者楊千號是郭豪 台北報導 每天都西爾岡